台北萬華有名女子 她領了社會局發送的便當之後 在路邊吃了起來 但沒想到有男子看到之後 心聲不滿 兩個人互相叫囂 這男子還衝上前 拿起滅火器做事要攻擊這女子 現在她是迅速逃離 根據瞭解 兩人之前就曾經發生衝突 互看不順眼 這次嫌犯疑似心情不佳 又遭到挑釁 才會失控 瘋和俱立的午後 一名黑衣女子在路旁優先的吃著便當 這是一名黑外套男騎士熊熊的走近 過程中兩人還互相大聲叫囂 誰也不讓誰 男子疑似被惹火 看到眼前擺放的滅火器 直接拿了起來做事要攻擊 黑衣女子也被嚇得非也似的逃離 不過男子似乎不接氣 還追了出去 站在原地看了好一陣子 才轉身離去 一旁吃便當的民眾目睹全經過 但她仍見怪不怪的淡定吃飯 時間回到現場 社會局平常都會在 在這邊發便當 嫌犯當天疑似心情不好 又被被害人刺激了一句 直接控制不住情緒的拿起滅火器 做事要攻擊被害人 他每天這邊固定就是會有一些捐證單位 然後把便當捐證到這裡之後 由我們這邊社會局的社工 統一去發放這樣子 是有聽說過 但是後來其實社會局那邊的社工 其實都有盡量就是去排解這個問題 實在離譜 僅僅因為被人說了一句就失控攻擊 嫌犯有傷害侵占等前科跟被害人彼此認識 案發前就曾經發生過衝突 互相看不順眼 沒想到竟然會因為吃便當發生攻擊事件 被害人受到驚嚇後逃離現場 並是萬華奔局龍山派所報案 本來亡險尋後依恐嚇罪嫌 依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吃飯皇帝大沒想到拿到便當後火器反而更大 一頓飯換來一條錢科 實在不划算 記者王玉均陳佳明台北採訪報導